武汉大学校友黄春华博士在128年校庆之际通过其个人基金会向武汉大学捐赠了4000万美元 本次的捐赠仪式以跨国连线的方式举行 分别在中国武汉大学以及美国加州帕萨蒂娜市的基金会总部两个分会场同时进行 在会上五大校友黄春华博士发表讲话并表示 这笔4000万美元的资金将用于为武汉大学尤其是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管理学科 吸引和招募顶尖学者培养和创造具有卓越领导能力的创新创业人才 以及就提高研究和教学能力方面提供重要而长远的支持 而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教授也代表学校 感谢黄春华基金会的慷慨捐助 为武汉大学建设具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随后的仪式上双方共同签署了捐赠协议 我总共的计划在未来十年要继续坚持做慈善事业 当然现在目前而言在完成对中国母校和英国的母校展开之后 未来我的慈善的重点可能会转向美国 毕竟第一个我家在美国 第二个我今天的参与成功也是在美国参与成功的 所以在未来把重点转向美国 特别是加州的话 我认为是我自己一直在考虑的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两个项目在后期 掐谈解诞 一个是给我们本地的医院 还有一个是旧经典的华人医院 我都会专出比较大的资金 支持他们的发展 据了解 黄春华博士于2016年在加州帕萨迪纳市 创立了百家金融公司 随后投资于医疗器械 医药 TMT 工业与自动化 以及食品成分等范畴 专注于改善全球人类状况 在百家金融的投资公司组合中 英诺医疗集团是本次新冠病毒抗原快速筛减的 全球领导者和最大供应商 在疫情爆发之初 黄博士就提出利用低成本 易操作和快速出结果的检测产品 实施全民检测和快速检测的策略 来帮助各国抗战疫情并实现经济回归正常 我工作了一段时间 看着他继续变成为了发展 他继续变成为了发展 他一直在发展 与他继续变成为了发展 向他继续变成为了发展 所以我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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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来自身上 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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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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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在年代表达到 大学院的大学院 但现在到武汉大学院 所以未来的世代能有同样的机会 2021年11月3日 黄博士被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评为2021年度慈善企业家 以表彰他将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私募股权公司 百家金融打造成一家空前规模和速度的全球长青基金时 所表现出的卓越领导力 以及他通过其基金会进行大笔捐款 来改善人类状况的善举和承诺 百家金融还因其对加利福尼亚州和全球的非凡贡献 而被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评选为2021年度最佳企业 凤凰卫视林汉秦洛杉矶报道